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 在00后忙着为TFBOYS决战西安奥提之时 中老年人涌向短视频平台上的主播秀才和一笑清诚 在直播间中诉钟情 只是没想到 中老年追星也难逃他房时刻 9月2日 抖音账号秀才被封禁仪式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 相关话题 一笑清诚也被拱到热搜榜第四的位置抖音相关负责人回应称 秀才账号已违反平台相关规定而被封 据央视网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秀才近期被举报存在违法行为 可能是他被封禁的部分原因 据酒派新闻 安徽省博州市税务局一名工作人员称 却已收到针对秀才的举报材料 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书上油光发亮的大杯头 一件深色Polo衫 再加一条西装裤 在年轻人看来略显油腻的秀才 却成为中老年妇女杀手 靠着挑眉 撩头发 握拳无嘴 秀才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 洗粉1200万 抖音顶留小杨哥 也没能抵挡秀才的油腻攻击 8月19日 小杨哥与秀才合拍了一条唱歌视频 该条短视频点赞超过300万 直接帮秀才涨了100万粉丝 秀才拥有千万阿姨粉 而主播 以笑清诚则拿捏千万大爷 抖音平台显示 以笑清诚账号粉丝数达到1916万 其账号多个作品点赞数超百万 以秀才一样 以笑清诚的作品背景 多是田间地头或者乡间小路 镜头前 一头长发的他笑起来眼睛弯弯 背口形唱着各种网络热门神曲 伴随着中老年顶流走入年轻人的视野 秀才和一笑清诚的二创视频 开始像雨后春笋一般接连帽头 大批年轻人开始模仿 翻拍其视频 不断玩梗 狂欢 年轻人为何从嫌弃秀才到理解秀才 再到成为秀才 中老年人一夜塌房后 谁会成为第二个秀才 中老年人的梦中情人 越吐越嗨 这次风波似乎早有预兆 在账号封禁之前 秀才已经消失十余天 平时日更的账号不再更新 秀才也不再在直播间中露面 虽说消失在社交平台 但他又仿佛无处不在 以秀才为关键词搜索 他被镶嵌进无数年轻人的短视频中 或是模仿或是解读 颇有些一个世界对另一个世界围观的感觉 其实早在走入公众视野之前 秀才就火了 2020年7月 这名来自安徽省波州市蒙城县七元镇的39岁男子 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条抖音视频 视频中的他穿着讲究 假装不经意看镜头 羞涩的靠近 之后无嘴 撩法 开始对口型演唱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 同年11月 秀才的粉丝数破百万 在他的1300条视频中 要么是对口型唱情歌 标准的歌词是 爱你不是我的错 是你太美惹的祸 要么就是假装被偷拍和发现后 无嘴 挑眉 舔唇 摸鼻子 撩头发 对着屏幕 名颂秋波 动作很简单 内容很同质 但挡不住秀才的涨粉速度 2021年 秀才迎来流量的飞涨 其实评背景墙中 开始出现感恩有你一路陪伴的字样 或许在年轻人看来比较土味 对阿姨们来说 却刚刚好 秀才看似儒雅 爱笑 温柔的人设 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他们情感的诉求 他们涌进秀才的评论区 高调示爱 秀才底底 神情相许 情谦一生 秀才底底 家里的包股熟了 给你寄去尝尝 原本只是中老年圈层的狂欢 但一场风波 意外地推动了秀才的出圈 今年5月 一位72岁的吉林老太太 独自坐火车到安徽博州追星 寻找男网红秀才 有热心人劝说她不要沉迷于网络 并指出见网友是年轻人干的 老太太反驳道 上岁数就不幸见网友了吗 最终 路人应担心她的安全而报警 这条新闻被不断转发 扩散 年轻人点进秀才的账号围观 最终造出了一轮互联网奇观 而另一边 山东合泽的 一笑清晨在晒满苞米的水泥地里 边包着玉米叶子 边唱着歌低眉浅笑 凭借林家女孩模样 她被万千叔叔称作是 现成王彬彬 和秀才的视频风格如出一彻 二人均是场景相似 对着镜头对口型唱歌 一笑清晨与秀才抖音账号截图 秀才与一笑清晨 不仅圈粉 还出乎意料的吸睛 就在刚刚过去的八月 两人的一场PK轰动网络 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超过40万 热情大爷大妈们 为了自己的偶像赢下PK 不惜花几百甚至几千块 去抖音充值 刷花 跑车 轮船 火箭 嘉年华 这一举动也被网友戏称为 掏空了一个省的退休金 天下网商 总结了两个人走红的一些共性 一是抓住了核心受众群体 精准引流和吸粉 年轻人觉得油腻的动作 却符合中老年人的喜好 二是短视频素材场景 多是农村 更贴近四线城市以外的用户的日常生活场景 三是人设的框定 例如秀才打造了知冷知热的乡村精英形象 一笑清晨则是面容较好的贤妻良母 在一定程度弥补中老年群体的情感空缺 第三方数据平台产马麻数据显示 秀才抖音账号的粉丝画像中 女性居多 占据总人数的86.98% 而一笑清晨粉丝构成中 78.93%的用户注册为男性 两人的粉丝里 年龄大于50岁的中老年都是主流 甘学狂欢 千万摸访者成为秀才 原本在这个信息减防极为厚重的互联网上 秀才和一笑清晨都是中老年群体圈地自萌的狂欢 没想到年轻人逐渐在围观中 造出了兴起有趣的梗 在第一个阶段 不少年轻人涌向评论区 围观老林追星族 大家共同发出疑问 全看完也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杂火的 他们惊叹于老年粉丝的直白 同时吐槽起网红的油腻与土味 评论区的示爱语录到审美标准 无一例外都成了他们的评判对象 而第二个阶段 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开始抓各家长辈 甚至模仿中老年用户的语气评论 我在老爸的订阅列表看到了你 我就在这等我妈 清晨美眉 我要给你刷宝时节等评论 必必皆是 从围观到结构之后 年轻人掀起了模仿的狂潮 大家猛然发现 秀才和一笑清晨的动作 能套进各种各种生活情境里 他们放大了秀才和一笑清晨动作中的 一丝刻意和油腻 例如秀才的羞涩无嘴笑 能很好地表达了做坏事后被抓住的尴尬 在无嘴笑招式下 一切令人脸红的难堪情绪仿佛都能被消解 在二次创作中 最流行的莫过于秀才模仿秀 博主汤姆的混沌空间 甚至发起了秀才经典动作教学 并总结出了条纹Polo身上套 看见镜头装害扫 罗头土性挑眉笑的公式 这种热潮 甚至一出战外 在B站和视频号上 00后男孩们以大学宿舍 篮球场为背景 拍摄视频 秀才宿舍 模仿秀才三件套 全网播放量突破千万 这样的态势 和曾经高质量男性 徐情跟引发的油腻潮流如出一彻 很难解释 年轻群体玩梗的具体心态 有人认为 这更像是一种猎奇与万味 秀才出圈的背后 更像是年轻人对互联网话语权力体系下的 另一个群体的玩笑 也有人认为 这已经成为部分年轻人的代餐 在短视频界 要水哥 郭老师等一众土味博主 慢慢衰退之后 网友们迎来了空窗棋 顺势把秀才为代表的游逆风 推上主流 中老年顶流收割影法族 越看越上头 这是很多网友共同的感觉 还能火多久 则是下一个问题 短视频的更迭速度很快 前几年是炫富 这几年变成了土味 反耳赛 油腻 为了让观众有代入感 且出其不意 很多博主开始刻意满足大众的神丑心理 对抗主流审美 秀才的走红 其实同样离不开视频内容本身刻意 夸张带来的视觉冲击 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进行二创 油腻 尴尬内容的趣味性不断增强 成为一场集体狂欢 对于中老年来说 秀才是一个模板 是一部分人情感的寄托 而对于博主本人或是背后的MCN机构来说 秀才的走红本质上是一门生意 秀才也是一个可以被复制 替换的角色 近年来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 中老年人逐渐成为上网的主力群体之一 Quest Mobile 2022引发经济洞察报告显示 50岁以上用户越活规模达到2.97亿 同比增长12.5% 越人均使用时长121.6小时 成为互联网的重要群体之一 在抖音平台上 中老年也成为一股重要组成力量 短视频内容生态也进一步分化 相较于扭胯的小哥哥 小姐姐们 这部分群体已有自己的审美 他们可能喜欢静东式的深情 可能喜欢秀才式的柔情 或者飞鸽式的时尚 不少个人草根网红 MCN机构与资本 也盯上了银法经济这个市场 中老年人的银法 皱纹都是很强的视觉冲击 容易被记住 天下网商曾对话过银色未来人 MCN创始人安东肥 据其讲述 从2019年 他便盯上了银法经济这个市场 在他们眼里 这是一个有极高潜力的赛道 2020年前后 短视频平台分化出两类中老年博主 一类是炒饭老人 如VK不省心大爷 汪奶奶 莫娜大鼠等 他们玩走秀 穿搭 滑板 说唱 他们打破了大众对于中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 通过强烈的反差感和新鲜感 带来了巨大流量 另一类是田姥姥 三只花 这样的乡村网红 如今 秀才汉以孝清城带起的风潮 为这一垂直赛道的网红 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为中老年提供情绪价值 一个秀才遭遇风波 更多的秀才还在赶来的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